接著我們要跟各位談的事情是 二氧化碳的檢驗 這個我們教過了 把它備好就對了 澄清水水通入二氧化碳 會產生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那個白色沉澱是碳酸鈣 白色沉澱是碳酸鈣 把它備好就對了 這是一個重點 如何檢驗二氧化碳 然後呢我們還要跟各位講一下 二氧化碳的一些用途 第一個 滅火 因為它不可燃不助燃 比空氣重可以蓋下去 然後可以隔絕氧氣 去除所謂的助燃物 所以達到滅火的效果 我們待會會講一下一兩個滅火器 那個滅火的方式 基本上都是利用二氧化碳 都是利用二氧化碳 然後呢比如說 我們有二氧化碳滅火器是二氧化碳 有酸鹼滅火器有泡沫滅火器 有乾粉滅火器 現在我們比較有教的是乾粉滅火器 骨所有在用的是酸鹼滅火器 它們都是因為 產生二氧化碳來達到滅火的效果的 比如說 還有乾冰 保存因為它冷 所以遠洋漁船有乾冰來幫忙保存魚蝦 還有我們教過 它可以製造五台的煙霧效果 那麼瓜糊的話就是 我給你講過的一個重點 那個五台的煙霧不是二氧化碳 是空氣的水蒸氣凝結成的小水滴 空氣的水蒸氣為什麼會遇冷凝結 也是因為二氧化碳升華的時候要吸熱 然後做人造語 那人造語我們國中沒有教學測考過一次 那你就看它的敘述看完 你就知道了 你也不用先學過 當場看當場會就可以了 好 做人造語 撒乾冰當凝結合 凝結合我們在國山的地科會教你 我要教你 然後做汽水 剛剛做汽水 就是碳酸飲料 二氧化碳容易水是碳酸 碳酸飲料 那麼氣比較容易水就是要低溫就是要高壓 我們就是先利用高壓把它壓溶進去 然後賣到你手上 那基本上最少要是常溫 那冰起來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把它加熱氣就跑掉了 就喝到糖水就沒有氣了 沒有氣了 所以然後打開氣的 關鍵是因為壓力減少 所以呢 那個氣就跑出來說會冒泡泡 所以有人喜歡亂玩 咬一咬噴噴噴噴出來 一咬噴噴出來就是這樣子 OK 只有汽水 只有汽水 好 剛剛跟你講說 還有烘焙 就是我們講過剛才講的碳酸氫鈉 加熱會產生二氧化碳 有一些氣體 就會使得麵包變得比較蓬鬆 然後吃起來又比較可口 比較可口 烘焙二氧化碳狀況 OK 它的用途是如此 剛剛講過幾個滅火器 這個是古時候 我小時候 學校放的都是這種 酸鹼滅火器 裡面有濃硫酸跟碳酸氫鈉 然後產生二氧化碳 那這個東西不太好用 因為它有點重 因為硫酸的密度很大 然後呢 用就把它倒過來 讓硫酸流出來 去跟碳酸氫鈉作用 然後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用起來比較不方便 比較不方便 所以現在呢都已經應該絕種了 看不見了 不過我小時候的學校 本來都是這種 有酸鹼滅火器 好就是產生二氧化碳 濃硫酸跟碳酸氫鈉 然後前面有跟你寫 泡溫油器放什麼東西 不過應該也不會烤 看一下就好 看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們現在比較有教的叫做 乾粉滅火器 乾粉滅火器有氮氣跟碳酸氫鈉 有作用的是碳酸氫鈉 因為受熱會分解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把碳酸氫鈉撒到火場中 讓它去受熱分解 產生二氧化碳給它滅火 那問題是你不能人去撒 前面都是火啊 所以用高壓的氮氣把它噴出去 氮本身基本上不太會作用 不可然不自然就把它噴過去 然後讓它產生分解過程 就是乾粉滅火器 所以你沒有什麼拉拉壓的口訣啊 要你檢查壓力表是不是正常啊 然後把它噴出去就是這個原因 OK 就是乾粉滅火器的狀況 就是兩個 一個是以前常用的 一個是現在常用的滅火器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OK 那麼最後的就是溫室效應 我們在三年級的地科會再講一次 你們可能在生物 可能在地裡都教過 都談過 理化也可能談過一下 就是 這個東西呢 二氧化碳跟甲烷 它會吸收來自地面的紅外線 OK 未來我們在地球科學教這個時候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誰會吸收 我上課會寫一串 但是你要背三個 這裡有兩個 二氧化碳跟甲烷在多背一個叫水氣 水氣 二氧化碳跟甲烷會吸收 第二個問題是吸收什麼 吸收的是紅外線 跟熱有關係的毒涉 紅外線 第三個問題是哪來的紅外線 地面 不是太陽 是地面 是來自地面的紅外線 所以大氣的熱源是在地面 然後 因為它頭外線跟熱有關 它吸了熱 放了熱 就加熱地球 讓地球保持溫暖 效果 類似原式的 原液的溫室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溫室效應 這個氣體叫做溫室氣體 然後呢 現在狀況是 我們的二氧化碳跟甲烷的含量太多 所以呢 使它呢 就吸了太多的熱 放了太多的熱 就是地球越來越熱 我們稱為全球暖化 那麼一些細節內容 我們都在三年級的地坑的時候 跟你說 你目前都記得說 二氧化碳跟甲烷 會吸收來自地面的紅外線就可以了 OK 這就是有關於 我們如何檢驗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用途 以及二氧化碳跟溫室效應的關係 以上內容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OK 很好 那還有一件事就是 溫室效應 全球暖化會有什麼問題 國中生基本上只考這個問題 就是會使冰山融化 海平面會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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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講的 二氧化碳 基本上只考這件事 就是 全球暖化有什麼壞處 就是 冰山融化 海平面會上升 海平面會上升 OK 這樣記得就可以了 那麼 海平面會怎麼會上升 理論上是 你用當初 李化哥算那個福利 就算一算 你就會知道說 他的海平面是會上升的 海平面會上升的 好,這就是我們講的有關二氧化碳的部分 就先這樣子,OK?